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聊三款首摇摩托机 泰摩的LizX 司令官 C40和Kino的M47 我来聊一聊我自己对这三款摩托机的一个使用的感受 每个摩托机的优缺点以及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这三款摩托机已经是属于首摇摩托机的最顶配了 超过1000块钱的首摇摩托机其实已经是很奢侈了 因为毕竟很多电膜也都是在1000块钱的这个档位 接下来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对比 首先外观三款摩托机从设计感上面你们觉得哪个最好看 说说做工 M47以及C40德国制造 风格不太一样 C40它偏年轻化 轻量级 M47则是典型的这种厚重感 钢铁直男 LizX则是处于中间 简约沉稳 设计的非常的现代 接下来便携性 体积重量上 C40是最小的 最轻 钛模是其次 M47呢 这个是Classic版本的 它最大 最重 重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1公斤 这可是我平时在健身房撸铁的重量 这的确重 真的是重 实际上手研磨体验呢 首先从握持感上边 C40和钛模比M47要舒服一些 M47真的太重了 但是在研磨体验上 当你在磨豆子的时候 你觉得M47它切割咖啡豆的效率是最高的 刀盘像绞肉机一样 感觉像刀盘把咖啡豆碾压的非常的紧实 C40它的感觉其实和M47是稍微有一点点像的 LizX因为它的墨性分为两段 第一段它会先把豆子给挤破 第二段在磨碎 所以说在研磨的时候 你会感觉好像是咖啡豆会往上回弹的感觉 在研磨的时候 我再说一说 哪个是最轻松的 哪个是最费力的 TiME的LizX 感觉研磨的时候是最轻松的 其次 C40和M47感觉差不多 稍微有点费力 特别是在研磨中浅烘焙的咖啡豆的时候 这种感觉更明显 另外 M47的磁吸的设计 就是研磨好了之后 你真的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往外拔 要不然就会酿成大火 接下来我再说一说调节粗细的刻度盘 C40和LizX都很好调节 调节盘它是一格一格的 它会有卡顿的这种效果 但是 M47的调节粗细 调起来它比较吃力 如果来回调那么几拳 手指头还是比较痛的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精细度更高 它的磨盘的数字是从0到9 如果超过一圈可能就容易忌混 不像是LizX从0到23 一圈以内它就可以涵盖所有的研磨范围 那就比如我做Espresso我就用4 我做磨卡货就用9 我做手冲我就用13 就清清楚楚 那另外呢 研磨之后的防静电处理上 LizX做的最好 C40和M47相对较差 那如果是研磨稍微深红一点的咖啡豆 你根本就看不到刀盘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咋啥都看不到了 那研磨效果 我放三张我自己研磨手冲咖啡的粗细的粒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从粒细分析图大致可以看出 那整个研磨的主调其实都差不多 那集粗粉相差不多 集气粉相差也不多 那在中间粉的比例上呢 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那总体来说在集气粉的控制上 C40控制的最少 那其次M47和LizX差不多 但都在一刻以内 那成绩都非常优秀 那在中间300到600 以及600到1100的总和上 那整体相加 那刻重呢 相差都不到一刻 但可以清晰的看出 钛磨在研磨之后呢 它咖啡豆的银皮保留的比较完整 那接下来是个好玩的环节啊 大家可以听研磨声音猜磨豆机 123号分别是三个磨豆机 研磨的声音 大家把你们认为的答案打出来 那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会公布答案 那三款磨豆机用来杯测对比味道 几乎是喝不出来太大的差别 感觉都一毛一样 那手冲咖啡呢也是同样 那每一款磨豆机 那味道体现呢它相差不大 那最后综合这几款磨 那我总结出来一张表格 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设计做工以及便携性上 我个人更喜欢粒子X和C40 那特别是粒子X的一体式设计 很大气 具有东方元素的美感 那实际研磨体验上呢 M47研磨的效率最高 但是也最费力最重 那粒子X的研磨效率和C40差不多 那粒子X呢 它研磨起来最轻松省力 对女生比较友好 所以我对M47的评价是 它是个偏科生 它数学拔尖 极好 但是呢 语文比较差 那C40和粒子X 它们是属于每一颗成绩 都比较优异 平均 那希望看完这个表格 大家能够找到哪一款磨最适合你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求赞 求转发 求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 Cheers DK 为了补入画面 手机是可怜的哦 好